那么这个private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做封装的 它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是不是私有的意思 好 那现在咱们把这一段考过来 布置 然后我们就到封装这里来 好 新建 叫做demo1 来一个person person 然后我来一个叫做classperson 然后在这里面咱们就来两个属性值 一个叫做strain strainname 然后一个叫做intage 这能看懂吧 一个是姓名 一个是年龄 这是姓名 咱们这个就是 年龄 然后我们再来一句话 public void st eak leak 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年龄 system system.out.printl 好 来一个name 加上 点点点 加上一个h 或者呢 如果你写的好一点 对不对 就写一个 他前面加个字不串 叫做我的姓名是 让他加这个name 在他前面加个字不串 我的年龄是 加个h 也是行的 好了 那现在咱们不说这个事了 我们就看 我们创建了一个 定一个person line 然后里面呢 有name 有age 还有一个说话的方法 要说出他的姓名和年龄 那我怎么才能去 给name age 复制啊 好 person p 就等于了 你有一个person 出生意对象了 外对象 然后来一个p 点name 就等于了 张三 张三 然后再来一个p 点h 就等于了 23 然后再来一个p 1点speak 好 那么这个是调用他的 姓名属性并负值 调用姓名属性并负值 这个是调用年龄属性 调用年龄属性并负值 当然这个是调用方法 这个是调用方法 调用行为 就是调用方法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 编译 运行 再来看 张三二十三 没问题 但是呢 有的人他就比较坏 他怎么坏呢 他把这儿啊 来一个叫做 负 十 七 我问一下大家 年龄有负的吗 是没有的呀 来看 编译 运行 张三 负十七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是不安全的了 你这个数据可以随便去改值 数据不安全的 好 那把刚才咱们那个笔记里面的东西 看出来了 好 Ctrl V 我们要介绍一个关键字叫Purve 那么它是一个全线修饰符 可以修饰成员变量和成员分化 被其修饰的成员只能在本类中访问 好 那现在大家来看 我们就把它 Pi Vat 把年龄给封装了 是不是现在要私有了这个年龄啊 人家说了 你被private修饰的只能在本类中访问 那现在 我是不是属于在其他类中去访问 这个叫本类吧 这个是不是另一类啊 好 来编译 出错了吧 他说 AGE可以在person中访问 因为它是私有的 那这样访问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怎么办呢 不可以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东西私有了 是不是只能在本类中访问 那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让它 能去为别人提供服务呢 好 接下来大家再看 说封装和private的一个应用 那把成员变量用private去修饰 那么提供getXXX和setXX方法 get什么意思 我最近get了一个词 get什么意思 是不是获取的意思 然后set呢 set就是用来设置的 那么set设置 get获取 是不是一个我对值进行复制 复制 然后一个就是 哪值啊 能明白这个 那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 对它生成 get和set方法 public 然后呢 wavid set age 有朋友老师 我叫AA 行不行 就是这个方法名 不叫setage 叫AA 行不行 可以 但是我们最好起到 界名之一 setage很显然是干嘛 设置年龄 那你要设置年龄的话 你就得让别人给你传个参数吧 int 然后呢 把这个参数的值 传过来这个值 复值给我们这个A值 你原来这里面 没有年龄 就在 然后我传进来之后呢 就给这个A值进行复制了 这能理解吧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在这里面 这叫做 设置年龄 设置 年龄 好 那么再来看啊 那设置完年龄之后 你得提供别人去用吧 所以我就来一个 哎 获取年龄 Public 然后呢 获取年龄的话 你年龄是 印他类型的 所以 返回的 是不是应该也是印他类型的 你获取的话 是不是把年龄给你返回去 那返回的 返回这类型应该什么 是不是印他 get A值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就来一个 啊 不是这次吗 return一个什么 return一个A值就可以了 这能理解吗 这叫做 获取年龄 获取年龄 那么setA值 你传一个值之后 把A里面值 就复制给A值 对不对 复制完A值之后 我通过getA值 就可以把这个A值给怎么样 是不是获取出去啊 好 那接下来 大家再来看啊 我在这里面呢 就做这个事了 叫做p1.setA值 他这里面要接受个参数 要接受个参数 那我就给他一个参数 我给他一个17 给他一个17之后呢 17就给 这里面收复制了 那复制之后 17就给这个A值复制了吧 然后我们就打印一下这个 复制之后的结果 叫做p1.setA值 setA值是用来设置值的 而getA值是用来获取值的 好 我们来编译 编译 运行 输出结果是17 有同学说了 叔老师啊 你在这里面来获取 对不对 这里面是设置 对不对 那难道这里面 就不能改成-17了吗 好 再来 编译 运行 -17又出来了 然后彻底崩溃了 叔老师那你做这是无用功啊 还不直接咱们这么做了 你这假如太费事了 setA值 getA值 用弄两个方法就在 然后前面还要加一个私有 别着急 当我们把成员变上私有之后 我们提供了setGET方法 那么在方法里面 我们就可以写对应的语句了 这话能听懂吗 方法里面是不是可以写语句啊 只要能写语句 是不是就可以做判断了 如果这个值是安全的 那我就让它不值 在我们正常范围之内的 我就让它复值 如果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那我就不让它复值 听没这话意思吧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看 说如果呀 我们来一个 A 是小于 A大于吧 大于0 并且 A小于200的话 那么A大于0 A小于200 我认为这是一个 平常人的年龄 好像还没有这个 活到这个200岁的 是吧 那我就正常给复值 否则 Alth 这个他们点Alt 点Pulonel 我提这句话 这个 请回 火星吧 火星吧 然后地球 不适合你 我还能活到复数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的确不适合你 那么大家再来看 我P1.SatH -17就传给谁 是不是传给A了 传给A之后呢 那A就做了一个判断 说A大于0吗 是不是不大于0 不大于0 那这是False False后面就直接不用判断了 整个结果是会False 那E负里面是False的话 那走的是不是就Alth 所以他会提示这句话 说请回火星吧 地球 不适合你 来 编译 不行 再来看 请回火星吧 地球不适合你 然后为什么这是打印0呢 你想啊 你这里面是不是P1点 getA之啊 那么 现在没有给A之复值成功 它是不是有默认处划值 那就打印出一个结果是0 现在我们还没有学异常 如果学异常的话 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抛出异常的 抛出异常的话 那下面你连0都没机会说过 其实正常来说 这个0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是个无效值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上来有个默认处划值 这个A值是0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呢 我们如果学了异常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面给它抛出一个异常就可以了 我们对成员变量进行封装之后 需要提供SET和GET方法 那么有了这样方法 里面就可以做判断以据 保证数据的安全 能理解吧 好 这其实就是一个封装 好了 那么最后呢 还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private 仅仅是封装的一种体现形式 不能说封装就是私有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 其实要理解清楚 得等到我们学Ball的时候 才能理解清楚 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只要是我不让你别人去访问了 那就是一种封装 那现在呢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包下 这个类呢 和这个类都在同一个包下 包就指的文件夹 他俩是不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那他俩可以相互访问 等我们学了多个包之后 他们俩不在同一个包下 那他们俩之间 就是用默认修饰符 也是可以访不了的 就是前面什么修饰符也没加 那么他也访问不了 那么如果访问不了的话 其实我对你就是一种封装 只要是你没有权利去访问我的东西 那我对你就是一种封装 明白这话意思吧 等我们学包的时候呢 把这句话再详细解释一下 私有仅仅是封装的一种体现形式 不能说封装就是私有 现在先这么记一下 好了 那这个支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